大家好,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呢,我和Sonia要来录小汤姆森第一册的最后一首曲子了 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个大工程了,是不是? 好,那么这首曲子的名字呢,叫做公主原舞曲 你知道什么叫原舞曲吗? 不知道,原舞曲的英文呢,叫Waltz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舞曲,给舞蹈伴奏的就是说 那么三拍子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什么? 强弱弱,强弱弱 而在原舞曲里面呢,这个Waltz里面啊 跳舞的人啊,他是在不停地转圈的 一二三,一二三,一二三 所以我们弹的时候,如果能弹出这种感觉来就很好了 听我弹一下好吗? 一二三,一二三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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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弱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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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感觉吗? 可以吗 所以每一次的强拍是在哪一只手啊 在左手还是在右手啊 在哪只手 强弱弱弱弱 在左手 对你哪只手是左手 左手对这只手啊 也就是你的第一个音 每一小节的第一个音 对不对 好你来试试看 这个曲子在整个第一本里面属于比较复杂的啊 因为它左右两只手经常在频繁的更换 所以我们慢一点 好我们在弹的时候注意 什么爪子啊 老虎爪子 老虎爪子 好前臂挥动老虎爪子啊 一二三 一二七 齐 五 四 四 八 fer 五 大 下臂挥动老虎爪子 一二三 八 九 八弃 ب twist 书 略动不出来 一二三 五 八 九 八 九 韲尖 其片 四 五 八 五 五 八 八 空 空 控不空 对 好的 不错 很好 再把手啊 五号手指的时候 不要让它躺下来 就更好了 好不好 可是它睡着了 它怎么能睡着呢 它要弹琴了 它怎么能睡着呢 我来给你弹个伴奏 好不好 来啊 准备 两个手都准备好 速度不要越来越快 知道吗 要稳住 一 二 三 一 二 起 一次旋律 声音卡车 很好 好听吗 加拿半作是不是更好听了 今天的这首公主圆舞曲呢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在完成了今天录制以后 小汤普森第一册就完全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录第二册了 还有啊 孩子们的伴奥 是不是啊 加油索尼啊 很棒啊 那么在这本书的后面呢 还有一个像是小测试一样的练习题的部分 我觉得小朋友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试奏的考验 就是像考试一样 然后拿老师不教 然后呢拿到谱子小朋友就自己弹 如果都能够很顺利的弹下来 那么说明我们可以进入到小汤普森第二册了 如果谈的时候这个谱子找的还是有点慢的话 那么就要加油了 要把这些音再认得熟练一点 因为到第二册里面会节奏也会出现得更复杂一些 那么如果认音还太慢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学心曲子的速度了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加订阅并转发 谢谢 再见 拜拜